你,你别过来,我害怕 不是我吓唬你们 他可是能一激光 把我直接变成盒子的 但,不入虎学 严得虎子 今天就来挑战这用哥斯拉赢队的物资取机 看来人还不少呢 不好意思,早落地的鸟儿有消拿 最后一位小兄弟 你出来的话,我可要补你队友了哟 小可爱们平时玩游戏 有没有碰到这样见死不救的队友啊 一家人就要团团圆圆去坐下一班飞机嘛 四杀成功拿下营地 小可爱们最多在营地杀过多少人啊 咱们来比一比 这是一波钢瓶一波又起啊 那排好队 一个一个来 只不过人虽杀了不少 那就这点物资 紧绝赛圈恐怕还是很困难的 有没有小可爱知道 这哥斯拉营地要如何才能打开啊 我去,说啥来啥 你,你别过来啊 想找你打架的是金刚 不是我 不是我 诶,什么情况 还提醒我 还提醒我躲避 哥斯拉攻击 我偏不 不仅如此 我还要当着她的妙杀人 哼,怎么样 这才想迎难而上 不好 这是哥斯拉的轰架区 呆里面 会直接变成盒子的 快溜快溜 诶,这个车车好像没怎么见过呀 难道是新松家的 速度快,稳定性强 可惜只能做两个人 不知道小可爱们平时进圈跑毒 更喜欢哪种车车呢 小哥斯拉 今夜就当着你的妙 吃你的营地抢物资 看你能把我怎么样 小明明告诉你啦 以后别抢空头啦 来着3D套直接剪刀手软 有句话怎么说来着 射人仙射马 行贼仙 先挑软士级面 打不过哥斯拉 可以打不过你们这只小罗罗吗 累死了 轻松赶兵 过去 差点忘了 还有个信号枪 我不需要里面的三级套 不代表敌人不需要啊 正好 拿它来钓鱼 来个梦争争兵 怎么呀 炮兵一号要美丽 可不是跟你们闹着玩的 此时尝试还剩 四 二 一名敌人了 那烤鸡不又是我的了吗 小伙子 想尝尝姐姐的炮弹吗 耶 胜利 调整只用哥斯拉一定的物资吃鸡 愿不完成 骚快们 还有什么想看的内容 欢迎评论去留言下答哦